这样一把斗舞似黑 昨天看了一把斗舞似黑啊 没打好 我觉得 这种呢 其实直野似黑啊 没打好 再少数 又遇到的是红夫人 你别说红夫人打这种 因为斗舞他们这边是比较喜欢用教授这个角色的 红夫人打教授真不错 然后呢 这边勘探邮差 这三个人都是 这个局跟昨天很相似 就是 除傭兵以外三个人都是一劲一刀 但第一波的话 勘探员这边狗的比较好 红夫人这边一看到 排过来 这个镜子也不敢随便抬啊 这一波勘探员 我们看带的是什么 带的是个飞轮 飞轮CD还剩二十多秒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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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个位置的话 这块磁铁 诶 刚想说这块磁铁有点 有点用 因为什么呢 这个磁铁 他丢完以后 红夫人镜子已经焦了 然后两个人是面对面的 这边的话捡个壳 八秒钟以后 镜像CD好 红夫人这边的话 抬镜子 抬闪现一刀 刚想说这边有飞轮 直接闪现一刀带走 那可以 红夫人这把的话 这个闪现我觉得很精 因为这个闪现 我刚才在上帝视角 我都没有想考虑到 他会交这个闪现 就是因为当时这个距离 感觉好像闪现不一定够 通缉到了这边的教授 抬镜子打邮差 目前来看的 立马鸡 其实不慢的 因为红夫人焦闪现 击倒的这个看看员 说实话 这个机子是不慢的 就是看的 如果能遛起来 我觉得这局 四人开闪战的可能性都有 如果没遛起来呢 其实全准三人开闪战 保平我觉得也能接受 也能接受 不要觉得现在 好像红夫人优势很大 大家可以看这密码机 等到看的员挂上 外面左边的密码机 三台差不多有了 然后看来三台差不多有了 这个机子 红夫人 再加上红夫人 追节奏能力不强 我觉得这板的压平局的观众 机会很大 你们有福了 这板应该是一个平局 趋向于一个平局 这边教授过来救人 双台教授 红夫人抬镜子往外抬的 那这边教授 可以比较舒服的将人救下来 顶壳 好的 无伤救 救完以后保不保 让勘探员 放生这个勘探员吗 硬要追一刀 这个教授 这边的话 勘探员往地上那么一蹲 反手抬镜子 有飞轮的 好 然后抬 磁脸探看 好的 这一波的一个镜子就破掉了 勘探员这波操作很细腻 板身下板 你得等 你得等 说实话 我觉得红夫人这边打的有一点点贪了 他去多追了一刀 这个教授 让勘探员这边有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身位 以及他我觉得这样的顶尖穷者 刚才那一波的操作应该是 就是当他这边看到自己队友吃刀 这个擦刀时间 他应该就 有能够在考虑的 勘探员现在还在前置 但是红夫人这边是平行镜像包过来的 这个平行镜像呢 没有飞轮应该是走不了 人挂飞 但是这一波勘探员顶住了 大家可以看到 外面的密码器只剩最后一台了 球员这边该补状态补状态 状态补完以后重启新机子 三人开门战 保平 这一刀追教授 从结果上来看其实挺亏的 因为你让勘探员多牵制了 得有个20到30秒的时间 傭兵这边 傭兵因为现在是个半血 其他两个都是满血 我觉得他们这边的话呢 傭兵翻箱子 剩下两个人一人一台 对吧 傭兵最好嘛 翻个箱子翻根针什么的 教授已经开始修了 这边的话选择追 邮差 邮差一个飞轮 躲掉这个镜子 侯夫人应该不会切过去 切过去等于说就是放空了 那个教授这边的密码机 这个时候呢 我的理解就是什么呢 消耗 消耗最重要的什么呢 傭兵的护币 如果说这边 侯夫人找到傭兵 他把傭兵的护币消耗完了 开门战还有多抓的面 但毕竟这是斗武的四黑 他们的求生者 你想要突破 我觉得也没有那么容易 还是一个平局可能性偏高 这边的话闪现直接秒嘛 下片壳 片壳 教授 不得不说 他们的教授真的玩得蛮好的 对于这个刀的一个位置的判断 他的两波壳都是顶到的 那这边教授该倒还得倒的 该倒还是得倒的 这个镜子包过来呢 讲道理 我觉得 不倒才奇怪 那这样的话 其实穷者很舒服的 我这边傭兵 红丰这边的话 他挂上人以后 我觉得红丰这时候 怎么样才有赢面呢 他要去找这个傭兵 他要抬镜子找这个傭兵 挂地压师其实也没有用的 这个地压师一点用没有 甚至这个地压师 这只狗咬到 会人挂不上的话 还会给到穷者一些机会 这个地压师没有用的 因为机子好了 机子好了 保了一个 这边穷者留下了一个 两户币满血的一户 用兵 而这个地压师 对于红丰来讲 你也就是打一个落地刀 现在落地刀打不到 教授的话15秒 有壳 红丰闪现 没教 用兵这边在点门 还好这边没地教呀 这边有地教 不过这教授没有飞轮 倒是也真扛不过这个镜子 要多抓 当时真的 他只能击倒教授 随便挂上 然后去找佣兵 把佣兵的户币消耗完 针对佣兵拿这个局 红丰有机会能多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